老牛的食用秘籍 英文秘籍 食用英文第七集 十二星座的英文 那十二星座是 西洋人的东西 外国人的白人的 那跟中国的天干地支 或者是 鼠牛虎兔 这些不一样 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 我们叫做生物带 生物磁场生物圈 那跟西洋的星座有关系的呢 就有四个字 都是星座的意思 但是 专业度不一样 我们一般就是星座 就一般性的讲法 跟生肖算命有关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或者也可以问你 Zodiac Sign 它的意思是黄道带 Zodiac黄道带的星座 也是一样跟星座一样 只是它专业一点 那其实十二星座 它很多单字 我们说奇怪 现在英文用不到 因为它是很多是 拉丁文 拉丁文 都是大写 因为专有名词 但是除了星座以外 其他几乎用不到了 因为它是英文的古字 所以这个英文 这个 也是很复杂了 因为英文它就是拼凑 大拼盘 那当初也没有英文这个东西 它是借用德国的一个方言 因为它简单嘛 好学 所以用它来 然后后来又引进一大堆 法文啊 拉丁文啊 希腊文啊 甚至中文也有 这个 德文啊 一大堆 它是一个拼凑而成的 而且不断的拼凑 到现在 连中文字像什么 Darma也来了 大妈 表示带点土气 有钱的人 功夫 最有名功夫 Chinese功夫 功夫都有 所以它 一直不断的在吸收 所以英文呢 现在以美国为主 人也是大熔炉 社会大熔炉 它的 英文也是不断的在加字 所以那个几个大的那个字典啊 像韦氏啦 韦博啦 牛津啦 他们 他们经常一年到看 好几次会 要把一些字 就加进去 就是比较流行 所以他们不会马上加 他们会过一段时间 有些字 它就退流行了 不太用了 它就不加进去 有些字 大家持续在用 而且很有代表性 它就加 所以那个英文字 它的单字会越来越多 然后Constellation 就是我们一般天文 讲的天上的星座 星座 半人马星座 这个子女星座 这些等等 那Horoscope 就是我们一般 就是讲那个三星图 天宫图 Horoscope 好 那我们来看看那个 来看看那个星座 那星座呢 它实际上这些 你从天上的星星 晚上去看 白天看不到吗 你晚上去看 你绝对看不懂 那跟这个 跟这些图啊 差距太大 那为什么用这个图呢 这好看 尤其小孩子一看就懂 你真的把那个星星 用线这样去连 连了半天 有人看向水平 那有人看向一匹马 那每个人看的不一样 那没办法 而且你看星星 它也没有这个线 跟你去连 而且它星星旁边 还有别的星星 根本看不懂 完全看不懂 除非是那个 你对天文 有研究的 所以我们就是 用这个图形 大家一看 水平 但每个人看法不同 Aquarius 那就是英文呢 就是跟 那acre AQUA跟AQU 有关系就是跟水 像水租管就是Aquarius 就跟水 矿泉水也是 也是这个字 水平座 一月 它又不是从一月一号开始 从一月二十一号到 二月十九号 水平座 像一个水平的样子 那水平当然也不只是 这是古字啦 也可以用Jug J-U-G 那当然我们现在用Bottle 用Can 很多字啦 就跟水平有关系 有的口是开的很宽的啦 有的什么样的 所以英文就是 类似的东西 它的英文字很多 所以英文程度好坏 那个不好的人就是 程度差一点 就是只能用那几个字 那那个程度好的 尤其老外水准高一点了 它用字就很精确 那双鱼座 两只鱼嘛 双鱼座 Pieces Pieces 两月 二月到二十号 到三月二十号 叫双鱼座 两只鱼 这个一看就懂 然后牡羊座 Aris Aris 这些字都是除了那个 星座以外 几乎其他就很少用 因为两只大的鱼 三月二十一号 到四月十九号 那牡羊座呢 也有人叫白羊座 白色的羊 听得懂 没问题 也有人叫公羊座 也听得懂 公的羊 雄性的 雄性的还听得懂 但牡羊很多人听不懂 所以你用中文发音 牡羊就是词的羊 牡羊 可是你看字 它又不是那个 公的母的那个母 又是个牡丹 这个牡丹的羊 这个解释不同 那可能跟牡丹没关系 那这个母什么意思 搞死人 你说叫公羊白羊 都听得懂 母 这个母字呢 牡丹的母呢 除了跟牡丹用在一起 是花以外 母就是雄性公性的意思 所以 你就叫公羊 不是就结束了吗 可是有人就说 牡羊好听 有学问 文雅 可是都忘记了 你发音起来 人家又听成公羊母羊 那个母羊 所以这个很麻烦 反正我们就知道 已经叫习惯了 但你叫公羊 最没有争议嘛 公的羊嘛 那你如果叫母羊 你就知道 它是一个雄性的羊 这个母就是雄性的动物 也不一定是羊啦 但我们一般就是用 比较没有讲那个母牛 用这个母 母狮就没有用 这个母羊倒用 Aris 3月21号到4月19号 然后金牛座 它金色牛 但照片看起来没有金色的 它原始的意思是金色的 4月20号到5月20号 叫Taurus 叫Taurus 也是除了这个字以外 其他几乎用不到Taurus 但是美国有一个汽车的品牌 就是Taurus 然后 这个呢 双子座 5月21号到6月21号 所以你如果说 学自然发音 就说 我们不要学音标 音标太复杂 太难啊 不会 我们就学自然发音 有边念边 那如果用自然发音的话 你可能念成 Gemini Gemini 那老外就听不懂了 为什么 他念Gemini Gemini 他就念这个后面的I 他就念成I 可是我们一般I是念成E 是不是 那 所以自然发音有时候很麻烦 就是 因为英文它的发音是不规则的 真的不规则 所以才需要音标 那不然干嘛学音标 那你说自然发音 他中奖率 比如说六成七成好了 可是他还有三成啊 四成啊 他不准啊 那你说跟人家讲话 你的发音 我七成准 三成不准 那很累啊 那非常累 所以音标 也不得不学 当你说 那外国人他不学音标 为什么他母语啊 他一天都要听他父母 哥哥姐姐 邻居讲 他在那个环境之下 他自然会 那外国人他没那个环境 那音标是一种工具啊 所以音标当不学是最好 你就自然的听大人讲话 从小 从婴儿开始听 可是你没那个环境 就只好借助工具 所以这个字念Gemini 双子 好 那我们来看看 然后呢 Cancer 巨蟹座 6月22号到7月22号 那我们Cancer 一般是讲 炎症 癌症 就是肿瘤啦 恶性肿瘤 那可是呢 那他怎么又巨蟹 他是大血 所以Cancer 我们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 小血大血不一样 像那个China 大血当中国啦 谁都知道 那小血就不中国啦 小血就瓷器啦 那Japan 大血一定是日本啦 谁都知道啊 小血的Japan 他就不是日本啦 他是七七 是不是啊 那他有的那个 都是大血 可是他的意思又不一样 像English 当时英文 英文的 英文有关呢 可是他也是 我们比如说 男生打撞球 下赛 打边边 让他旋转 也是English 也是大血 所以这个也是蛮复杂的 大血就巨蟹座 这个螃蟹 这个熬很大 帝王蟹很好吃 6月22号到 7月22号 那狮子座 那你说 我不要用狮子 我用Lion 我跟老外聊天 说我的星座 人家问我什么星座 我说我的星座是Lion 人家就听不懂 那他没办法 他就约定 他就是用Lio 他就不用Lion Lio当然也是那个 也是那个 后来就 他 他也是李奥纳多 简写 他Lio本身也是名字 反正狮子座 他就不是Lion 他就是Lio 7月23号到8月22号 然后 处女座 处女座 这边 画出来的 都是虚拟的 这都是虚拟的 因为天上的那个星星 你根本看不懂 也没有线给你画好 所以我们 你真的弄那个星座图来的话 谁也看不懂 除非那个 对这个有研究的 不然的话 你到晚上 你往天空一看 你怎么对得起来 处女座 四次座 你根本对不起来 这幻想 就是一种联想 那你用自然发音 Vigo 那不是Virgo 像I 不是念E吗 或者 念I 它是没有念Vir 是不是 就至少三个 其实不止三个变化 又可以念E 又可以念Yep 又可以念I 又可以念Vir 它后面加了R 就变成Vir Virgo 处女 那我们说处女Virgin 就是E是差不多的 都是从拉丁文过来的 8月23号到9月22号 然后呢 我们看天秤座 天秤 像我们秤一般讲 Scale Scale那个字也是很麻烦 你说那个天秤也是 Scale 秤也是 我们量东西秤也是 你说鱼鳞 鱼的鱼也Scale 把鱼鳞刮掉当动词 也Scale 我们说横量一个什么是Scale 复杂的不得了 它叫Libra Libra 它又不念Libra 又Libra 它是9月23号到10月23号 秤 秤 它就叫Libra 然后呢 这个字就跟现在那个鞋子 意思 这个字就一样了 Scobio Scobio 那当然 我们现在也讲Scobian 10月24号到11月21号 一只鞋子 鞋子那个尾巴 通常有毒嘛 这个 鞋子 那很多人 有些民族喜欢吃鞋子肉 通常用烤 烤了以后把那个外面的壳一剥 里面的肉说蛮好吃的 那这个射手座呢 现在也其他字也很少用 我们就一般Shooter就好了 这Sagittarius Sagittarius 射手座 用一只弓 去射箭 画的蛮漂亮的 11月22号到12月20号 那最后一个呢 Capricorn Capricorn 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摩羯 又来了 摩 杰 杰是 五胡啊 匈奴 杰 鲜卑 低枪 什么等等的 杰是那个杰 但是 我们从这个图里面 可以看出来 摩羯座 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那个 12月 21号 啊 12月到那个 1月20号 他是公路 摩羯 摩羯跟公路有什么关系 他就公路 啊 Capricorn 他原来的英文意思 啊 他是公路 但我们就翻成摩羯 所以我们这一集呢 就是 我们就顺便了解一下 因为那个星座嘛 老外嘛 就像中文常问 你生肖数老鼠 还是数牛 数什么 那外国人就不问这个 就问你什么星座 所以我们这一集就 让大家了解一下 星座 那问星座 你可以用star sign zodiac sign castellation horoscope 都可以 那我们就很快的 我们说水平座 要怎么讲 我们就记住 Aquarius 那双鱼座怎么讲 Pieces 母羊座 Aries 金牛座 Taurus 雙子座 Gemini 不是Gemini 巨蟹座 Cancer Cancer 就像炎症 小血炎症 狮子座 是Leo 不是Lion 处理座 是Virgo 天称座 是Libra 天蝎座 是Scobio Scobio 不是Scobian 射手座 是Sagittarius 摩羯座 是Capricorn 那我们就 你尽可能记吧 记不住也没关系 至少你知道 大概它的写法 那多用几次 就慢慢会记住 讲到这里 2 6 7 7 谢谢大家